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9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款G2配色的钢索 那么其实这款并没有真正推出它的老玩具 当时G2时代是有预计使用这个配色推出钢索的玩具 但实际上最后却没有发售出来 甚至我们可以说最近官方的一些G2配色的玩具 其实都是属于当年有图案 但是没有推出玩具 然后官方嘛对不对 就利用了最近这几年的模具 把这几个家伙重新推出了一次 然后这一款G2配色的钢索 我会特别喜欢 是因为我喜欢它龙形的这种 像是斑纹爆纹的这种涂装 那实际上玩具拿到之后 它的黄色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的鲜艳 这个已经不是鹅黄色了 这直接就是一个大鲜黄色 那导致于说由于颜色过于鲜艳 它是有一点点山寨玩具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的话并不讨厌这么华丽的配色 还是有一点点乐趣了 那加上这个模具呢 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 那它的基础模具是SS86号的这个Gream Lock 这个钢索呢 应该是目前价格已经是有在往上涨 而且它是目前要推出过一个镜像钢索 那三个钢索的这个模具里头 它是唯一有附带小威力的 所以说如果行有余地的话 这一款钢索我自己觉得吧 还是把它带回家好了 那两个放在一起 你就会更加的感觉到说 呃原本的配色的话呢 这种灰色有一种厚实杂实的一个感觉 而这个G度配色的话呢 就真的是玩具化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具本身啊 它最大的优点吧 我觉得是它的胸口的这个透明的部件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龙形的脖子 因为呢在原本的这个基础模具的龙的脖子的话呢 它并不是透明部件的 而胸口的话呢是一个灰色 而我们这一次的G度配色的话呢 是一个橙黄色 我觉得这是它最亮眼的地方 再来它的博派的标志呢 是印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的标志有点奇怪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G2的博派标志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它是这样子设计的 那这款玩具的可动也给我展示一下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可惜不能往上看啊 手臂的话呢 360度的转动 妥妥的没有问题 而且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齿轮关节的感觉啊 这个对于这个玩具有很大的加分 手臂平举 两侧都完全可以平举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没有做好过渡了啊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一个凸 它是这样子去卡住的 掰开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抠开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会被磨平啦 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啊 非常不耐磨 我自己觉得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常常去动它了啊 那手腕的话呢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 360度的转动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本身腰部的话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大回旋的啊 也是可以做一个大回旋的啊 腰部大旋转 还可以啊 有一个前后洞 那这个前后洞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脚前后踢了啊 有一定幅度的啊 这个 可以听它这个声音吧啊 那脚侧踢 侧踢就没有齿轮了 没有没有任何阻尼了 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到大概是90度左右吧啊 脚踝接地的话呢 也都是有的啊 玩具本身的站立性很好 就是呢 感觉吧 你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偏轻就是了 后面 钢索的小手呢 特别的明显啊 这个紫色的手 这个会让我想到 BW有一个金属变体 就是不能变形的那个 那个可怜的家伙啊 这个配色跟它有那么点像啊 那么 其实它身上的细节呢 真的是非常的多 只是说呢 因为鲜黄的配色的话呢 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明显了 如果说你 非常有时间的话呢 给这个玩具 上一点墨线啊 做一点消光处理的话呢 我相信它会更有看头 那我们呢 来示范一下啊 这款G2钢索的变形过程啊 拳头的话呢 往内侧收进去 然后呢 整个胸口这个地方呢 往下面掰下来 先推到这里就好了 把头部呢 给缩下去 后面的龙头呢 推到前方来 把后面的翅膀 包覆过来啊 它是由一个倾斜的一个 关节的啊 把它的这个龙的肚子的话呢 胸口的话给包起来 然后两手往前面放下来 接下来腿的变形 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首先把后面这个部件给打开 然后这个部件折下来 然后整个脚的话呢 往上翻上去就可以了啊 到这里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折下来 往上翻上去 然后呢 两个中间 做个简单的小合并 然后呢 往下推一点点 后面的这个龙的这个尾巴呢 从后面这里 双动关节 把它往下面推过来 从这里躲开 到这里 另外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啊 有一个龙的尾巴 它的紫色的部件 真的非常的明显啊 然后往两侧中间包覆过来 到这里 这个地方 稍微变得出去不太对啊 不过各位了解一下 也就行了啊 应该先把尾巴给变好才对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 近乎就是 3.0世代以前的 The Last Class 等级左右的变形过程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钢锁呢 给变形了 变形成一个龙形 然后它的武器的话呢 它的武器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个图 但这边没有 它就是要默认 让我们扣在这里的 它可以让这个部件呢 更加的稳固 不会蹦开 那我们给各位示范一下好了 其实 你就算不扣的话呢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那我要 大概提一下 就是这个武器的话呢 因为我跟 这个玩具 我当时一起玩的时候呢 我把它不小心混到了啊 这个枪谁是谁的 我已经不太清楚啊 如果弄错的话 各位就稍微包含一下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G2配色的钢锁 首先呢 86所附带的这个小威力 跟它一样都是可以做正常的互动的 因为只要小威力的这个凸 只要它这个凸还在啊 基本上呢 就可以做一个组合互动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自己感觉在龙形状态下 可以说细节已经被这鲜艳的黄色呢 盖得差不多 盖得差不多 相较于原本的模具的话呢 你会发现原本模具的这个灰色的话呢 你突然觉得说 哇塞 这个家伙 怎么质感这么好啊 甚至说有时候光打下去之后啊 它反射出来的这个光泽 都会比这个 几乎把所有的光源都吸收掉的这种鲜黄色呢 质感来说它会好上很多啊 当安那刚刚的那个小威力啊 也是啊 这个86才有的 所以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模具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啊 如果行有余力 还是去买这一款啊 原本的86号了啊 那两个的话呢 脖子的颜色 是我觉得这次G2呢 胜过86最大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地方 脖子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配色 那胸口的啊 原本胸口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薄拍标志的话呢 在这个模具里头就没有了 而我一开始也提到说 这款玩具 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后面 这个像是老虎斑纹的东西 有朋友当时就是贴了这个照片给我看 说 我可能会喜欢这个 有着魔物猎人轰隆配色般的钢组 我可能会感兴趣 啊 其实就是各位知道吗 轰隆 魔物猎那个轰隆 它的名字叫Tiglex Tiglex就是老虎跟暴龙的组合 所以它是有一个老虎的斑纹 加上一个暴龙的体型 所以这个是Tiglex 没有错啊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梗 那它的其他可动 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 啊 嘴巴可以完全的张开 头部最多抬到这么高 而它的嘴巴里头 其实是有一个 可以安插特效件的一个凸 但是玩具并没有附给我们 那头给往下看 上下看 头部的话呢 当然旋转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啊 啊 手部的话呢 根部是一个球形的关节 前后左右360度的动物没有问题 甚至呢往侧边啊平举一点点啊 也是可以插开一点点的角度的 那么脚的话呢 后肢的话呢 360度的转动啊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说它的膝盖 我是建议能够不折就不要折了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突点的魔号 我觉得实在是太大了啊 脚趾头的话呢 前后都可以稍微动一下 而且前后指的支撑力多的话呢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话呢 还要再好一点点 至于它的尾部的话呢 就没有任何的可动啊 完全是卡死的啊 这个只是没有锁紧带来的一些空间而已 那么其实呢 这款玩具呢 当时推出的时候呢 我已经有预购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不晓得是我 其实没有填到预购单呢 还是说 卖家呢 忘了发货给我 总而言之 当我发现很多人在玩它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说 为什么我没收到 那我本来也觉得有点可惜啊 可能错过了这款玩具 那没想到说呢 这一阵子的话呢 它突然冒出了一个特价 我是最后是以新台币815块钱 就是几乎是它原价的三分之一 就得到它了啊 所以本来还很懊悔 没有买到的一个遗憾呢 瞬间变成了减到便宜的惊喜啊 因此呢 我们呢 又得到了一个人生的教训啊 不要因为一时小小的错过 就以为它是你一辈子的遗憾 其实它是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怎么样 看我的节目 是不是又得到了一些 没用的人生知识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